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们先讲到第49章 每一堂课的头一讲 也不是特意选的 都是特别重要 我感觉八章就是一个重点 我感觉我联系好几次 第一段就讲了超过半小时 今天可能又得多花点时间 那个门可以关一下 然后我们这个生意炒 好 先读一下 第49章 圣人无常心 以百姓心为心 善者无善之 不善者无益善之 得善 信者无信之 不信者无益信之 得信 圣人在天下 熙熙 唯天下 魂其心 圣人皆还之 从字面上都是这样的 看第一句 圣人无常心 以百姓心为心 这里的圣人指的是 不是我们通常 就是儒家讲的那个圣人 儒家讲圣人通常是指的 道德修养很高尚的人 而道德经里面讲的圣人呢 通常是指的握有公权力的人 就是统治者 当然也不全是这样啊 但是大部分情况下 如果不加特别说明 通常是指的握有公权力的人 那这里就是说的 统治者 不要有 常心 所谓常心 其实 就是恒心 因为这个版本 王毕这个版本呢 他把恒都改成长了 因为 毕那个刘恒的 那个皇帝 那个刘恒的那个名 这就是无恒心 要用百姓的心为心 就是统治者 为什么不能有一个恒心呢 因为 他有公权力 他如果 心里边 觉得 什么什么 是一个高尚的事情 那他就可以 他就可以实施 他就可以去做去 他 那个东西 只是他自己认为 是个很高尚的 可能实际后果 将会是灾难性的 那你也没办法 所以 圣人呢 是不能够有这种恒心 就是圣人的意志 是不能够强调的 也就是说 统治者 统治者是不能够 说不忘初心的 统治者如果不忘初心 老百姓可能叫灾难 这个 我们吃圣人的这种 常心的亏吃大 圣人觉得 吃大锅饭多好啊 对吧 这个 大家不要 不要有私生财产 那就 都吃集体食肠多好 对吧 那你也拦不住他 他如果有这样的 他立志做这样的事情的话 你没办法 所以这就是说 圣人 我常常是指的这个意思 那么 圣人难道就不能够有点什么意志吗 对吧 个人的志向吗 对吧 那就不应该有吗 应该有 而且只有这样 有这样志向的人 才能够 才有资格到圣人 对吧 那为什么说要他无偿心呢 是因为 你圣人再崇高的目标 也得通过民意来实现 而不能够是忽视民意去实现去 这是关键点 否则的话 就是说你那个目标很高尚 你那个主意很好 思想很好 怎么那叫好呢 因为那个好的 是个好思想的定义 就是说老百姓会选择他 也得经过民意的选择 是要这样去实施他 才可以 因为一个好思想的定义 就是他的内涵 就是你给老百姓充分自由的情况下 让老百姓选的时候 老百姓都不会选的 这才叫好思想 你不能说你自己觉得好就是好 对吧 一定是这样 这就像说 我任何一个产品 什么叫好产品呢 就是你放到市场上去 大家都认 就有人花钱去买它去 这才叫好产品 否则你说我这个产品很好很好 就是没人要 那能叫好产品吗 对吧 所以好产品的定义就是 你放到市场上 大家都抢着买 这样 那你怎么实现呢 你只能把它放到市场上 对吧 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 就是这个 人呢 往往可以 利用高尚 一个高尚的这个目标 来做坏事 这就是这个 黑格尔咱夫讲的一个观点 黑格尔说这个 伪善啊 有两种 什么叫伪善呢 伪善第一种呢 就是说 我本来 心里边啊 是其实很坏的 可是我表面上 我装的很好 对吧 这叫伪善 就是说 你的言行 和你的思想不一致 这是一种 但是黑格尔说 这种伪善啊 是低层次的伪善 高层次的伪善是什么 是 我 用一个很高尚的 目标 或者目的 作为 做坏事的依据 因为我这个目标 是很高尚的 所以我可以采用 一切 不择手段 我可以采用任何手段 来实现我的目标 没有任何底线 这种 这也是一种叫做伪善 而这种伪善 是高级伪善 是 不容易被人们揭穿的伪善 而刚才说 那个低级伪善 很容易揭穿 哎呀看你 你原来不是那个好人吗 没好 但是 这高级伪善 就很难揭穿了 这就是那个 为什么要圣人无成绩 是这样 那么怎么办呢 就是圣人的心 一定要把它放到一个思想的市场上去 让人们经过选择 来实现你的理想去 圣人的理想一定要这样实现 这就是说的 以百姓心为心 那这几个问题就来了 什么 难道圣人 那自己的那个志向该怎么办呢 那孔子不是很 很讲究这个人要立志的吗 人的这个志向 比方说 孔子说 三君可多帅也 匹福不可多志也 那一个匹福的志都那么重要 都那么的伟大 那那圣人的志就不伟大吗 就不那个吗 那圣人 你在这个位置上 那你怎么实现你的报复呢 对吧 圣人之心跟百姓之心 到底圣人什么时候要 有担当 有说 说我该有决断的 我就要决定 不能够做民意的奴隶 对吧 这个也是对的呀 就是一个统治者 不能够做民意的奴隶 这是对的 当然也是对的 对吧 那这个界限在哪里 界限在哪里 其实有一个很明显的界限 就是 凡是涉及到制度层面的事情 圣人不能有偿心 凡是涉及具体事物上面 圣人一定要有偿心 一定要有决断 是这样的 那什么叫做制度层面 也就是说 假设这个事情啊 它是一个制度安排 它不涉及到具体的人 就这个决定做出来之后 是或者说人人在他面前都是平等的 比方说立法 法律这种事情 法律这种事情 你是不能够说 把人写到法律里边去的 因为法律就是管人的嘛 那既然它是管人 你就不能把人民写到法律里边去 因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你把人写到法律里边 那就不平等了 对吧 你写进去的那个人 他跟我 他就不平等了 对吧 凡是这一类事情 是不能够有偿心的 一定要用民意 也就是说 由民众的代表来决定 制度要不要涉及 这样 这是一个 凡是涉及到具体事物的 就是说 这个事情 是不是对所有人都有效 不是针对所有人的 一律平等的 而是说 可能一部分人 会从中得益 一部分人 会受到损失等等 利害关系是这种的 那么 就要由圣人来决定 这是 而且 是一定要 保证他做决定的那个权利 你看吧 这两个 就是这两部分 是有一个明显的界限 实际上 我们在看美国的宪法的时候 实际上美国那些开国之父啊 他们在一开始就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了 所以在美国的这个政治体制里边呢 他是这样的 他说 人民 有主权 但是没有治权 什么叫有主权没治权啊 就是这个政府啊 这个国家属于人民的这个没有问题 所以政府呢 要由人民来选举出来 但是 具体操作的时候 一个事情怎么做 就像 王禄 今天讲的这个事情 这一类事情 实际上是政府的权利翻面的 它不是制度层面的事情 对吧 它是一个具体事务 这个具体事务 一定要 给政府充分的授权 这就叫 人民有主权没有治权 就是人民是不可以 用人民的意志去 操作一件具体的事情 对吧 为什么要设这样一个制度呢 就是 美国的这个宪法呢 它 它有一条是 有两条 既要反对暴君 又要反对暴民 就是 既不能够由暴君来专制 也不能够由暴民来专制 暴民怎么专制 暴民怎么专制 太容易了 对吧 就是 法国革命之后 就是暴民了 暴民专制 对 其实中国的文革也是这样的 中国文革 不能光推到一个人头上去 它实际上是一种暴民专制 这样 所谓无产阶级专政 这种 其实都是暴民专制 为什么呢 就是 它 是 也都完全是用民意 看一样的是用民意来做 就是说 多数人说了算 这个不行 在美国的宪法里面 这个是不可以的 就是 所有的具体的事物 一定由专业人士来做 有专业人士来做 为什么呢 就像 我们看病啊 你的身体 你有主权吧 可是你看病的时候 你就得委托给一个大夫 去做 他说吃什么药 他就得吃什么药 他说怎么动手术 他就得怎么动手术 你不能自己来 为啥 因为你没那个专业知识 尽管你有主权 你对你身体有主权 但是你是没有治权的 是这样的 但是你的主权怎么体现呢 就是我可以去选择 进哪家医院 用哪个大夫 这是你的主权范围 明白 就是 美国的政治体制 所参考的 就是这样一种 一种模式 我们说 那个车也一样 这车 你买新车 你是拥有主权的吧 可是这个车呢 如果哪有什么毛病 你不能自己动 你动了之后 他就说 那我不保修了 为啥 因为你不懂啊 你给动坏了怎么办 你增加我的负担了 所以他说 你要动 那就不保修了 所以你没有治权 明白 这就是 这个圣人的心 圣人之心 跟百姓之心 它的区别在哪里 就是具体事物 是圣人说了算的 而 这个制度层面的事物 是百姓出了算的 你看 是这样的 这两个就能够 很严格的 去分开了 因为 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呢 就是 其实我讲罗隐的时候 讲过一句话 孔子说过一句 叫做 叫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 这句话呢 有很多争论 就说这是愚民政策 我说不对 这句话他想说的 真正意思是说 你这个统治者 你在办理 具体事物的时候 你一定得有决断 你得有担当 哪怕你民众会反对 你觉得这是对的 也得做 这就是身份之心了 对吧 你得做 而你不能够说 哎呀我 我这个 征求 民众同意 我再做吧 不可以 为啥 因为那是具体事物 不是属于 制度层面的 那句话说的 是这个意思 那么在美国 怎么体现这个民有主权 没有治权呢 就是你们发现没有 美国没有全民公投法 美国没做过全民公投 就是一件事物 比方说进枪 要不要进枪 你说那这个 这个进枪这么困难 那简单嘛 那就全民公投 一遍不就完了吗 百分之五十一的人 说说说进来 那就进了吗 不可以 因为美国的法律里边是 不承认这个民众可以直接 决定某一件事情 对吧 不可以这样做 这就保证它 民没有治权 这样 所以就是 为了解释这一段 我们看一看它的这个 以百姓心为心呢 实际上跟儒家讲的很像 嗯 看一看 在上书 里边 刚才问说儒家经典都算哪些 是吧 简单来讲 在孔子那时候 就是诗书里乐义春秋 一共是六部 春秋是孔子写的那个 那诗书 书就是上书 在上书里面记载着 在就是周五王伐咒的时候 记载着周五王的一些画 其中有一句话 叫做 天是自我民是 天听自我民听 什么 说的什么意思 说天啊 儒家的神实际上就是天啊 就是天 但是这个天呢 他不是一个人格神 他没有耳格 没有眼睛 他怎么看民间 看人间的事情呢 他是通过 我的 民 民众的 眼睛 来看的 他听也是 听自 我民众的 耳朵 是这样的 所以 所谓天意 实际上就是民意 看到吧 天意就是民意 所以 假设 民意 是要这样做的 那就是天意 这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民主制度 他一个 一个根据 我觉得 为什么儒家实际上跟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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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民主呢 西方这个民主呢 其实并不矛盾 尽管没有发展出制度来 刚才这个讨论说 有人在搞这个叫 儒家宪政 是吧 那儒家其实 从制度层面 并没有发展出这个 但是从理论上是 理论上是通的 并不矛盾 对呀 就是没有了 嗯 一说儒家 宪政呢 很有可能 又搞成那个 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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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主制 那种 那种 那种情况 但是 实际上是 民意就是天意 这样 这就是民主 他的民主 其实很多人就会说 那提特勒夫也是 民选的嘛 对吧 我 我相信 一说起这个话题了 马上就会有人说 那希特勒上台不也是民选的吗 的确是这样 希特勒 这个纳粹上台呢 是有一个条件的 就是有一个原因嘛 就是那个 那个 魏玛宪法 是有一个重大缺陷 在造成了 纳粹上台 魏玛宪法 是这个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德国战败 德国原来也是帝国 德国战败之后 也是有这个 美国逼着他 要改成民主制 那 所以 所以这个是 美国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又把日本啊 什么 韩国把这个都改成民主制 现在要把 中东那边也要改成民主制 有成功的也有失败 日本那个比较成功 可是 魏玛共和国的这个 就是个失败的例子 那个 宪法 毛病在哪呢 就是 它对于 政府的限制 太多了 或者说 它是 它是为了 防止出现 那种 那个 独裁 它就 在 选举的 那个 机制上呢 它是尽量 不让它 形成一个多数政府 一个压倒多数政府 所以它是 在 制度安排上 就是想实现这个的 结果呢 这个 魏玛共和国呢 它这个政府呢 就 总统是选出来了 可是这个政府啊 就 就 很长时间 形不成一个多数党政府 就是 这个 总统没有 没有权利 它的这个 总统可以任命总理 但是 大家要把议会通过了 连续两届政府的总理 都没有经过国会同意 都 都没过半数通过 因为 它没有多数党 它的这个执政党不是多数党 那怎么办呢 就 宪法里边留了一丁点的 这个 回旋遗地 就是说在 紧急情况下 可以 这个 这个 总统呢 可以 不经过国会授权 就任命总理 就是 假设实在是 这个 达不成一致 但是 这个 不能够是 当作常态用 对吧 这样 所以联系两次 两届政府的总理 都是这么 用 那个紧急的状态 任命的 这就说明 这个政府根本就 撞不起来 政府当然要限制它 就像一辆车 你 发动机很好 可是你的刹车也要很零 对吧 这样这个车才能够正常运转 可是他造的那辆车呢 它是那个刹车系统啊 它刹的连那个 发动机它都打不着火 这个就不行了 所以这个设计上 有重大缺陷 打不着火相当于 所以 民众呢 就发现 哎呀 不行 所以这样 这个政府啊 这个体制啊 不好 必须对我们得 选出一个多数党政府 一个强有力的政府 那么 那么 这时候才给了纳粹一个 有力 可成的机会 那 纳粹就 就 趁机 上台 上台之后 我要全力啊 那大家都拥护 而且 他提出的口号 是 我们要一学国耻 因为我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是受了冤枉的 是吧 受了冤枉的 我们一定要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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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王图存 啊 这个 那用这个口号来 来 鼓勃人心 那马上就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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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主义 热血沸腾 就选上了 选上之后呢 他就一再说 他说这个政府不能够没权力 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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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那个民族权 全部都废掉 最后 就变成独裁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那个宪法的问题 好 那 刚才说到 这个制度层面 这个 实际上是圣人 是不能够有所作为的 是吧 但是 有个例外 就是那个 因为那个制度得有一个最根本的 一个根基吧 就是那个宪法 就是他宪法的这个层面 还就得靠圣人了 这个 魏马宪法 在当设计的时候 是请了一个法学家 那个 那个人 也挺有名的 设计得非常的完美 实际上 如果是在一个正常运转的 一个 一个国家里面 实际上是可以的 可是他的起初啊 就是发动的时候 那个 那个就不行 所以 这个 老子 讲决胜气质嘛 好像是在反对圣人的 实际上也不是 你看看美国 美国的那个 那个 那个宪法 最初 制定的时候 也不是由民意决定的 也是由那个先贤们决定的 这时候就得靠圣人 况且 宪法里边 并不是把所有的 全规定清楚了 比方说总统只能 任两届这个事情 这不是宪法里定的 这是 华盛顿率先垂饭 形成的一个制度 华盛顿做完两届之后 他说不能够 不能一人干到底 他就说 我只干了 那后来再打 立下来的规矩之后 才形成的制度 这样 所以这都是 圣人做的 对吧 所以你看 一个好的体制 它的形成是有偶然性的 就是看这个圣人 那会儿是不是 圣人的那个心 是不是向善的 是吧 如果圣人 他没那个意识的话 他真不行 一直到现在 我们说这个 制度层面是这样 一直到现在 这个司法 实际上最终 那个案子 要到最高法院吧 美国最高法院的 那个九个大法官 他他们是有终身权的 那个也是圣人 所以美国最终 他的基石 还是建立了圣人之心之上 但是那个圣人 我刚才说了 他不能够管具体事务 就是那个大法官呢 他除了判这个案子之外 他是不能够有任何 其他的行政上权利的 如果一有行政权利 那就不行 刚才讲那个区分那个 就是不能够捧具体的权利 他只有判 而且人家不打官司 你还一点办法没有 对吧 所以你看 我们中国那个法律制度 毛病在哪呢 就是最后端案子 他有权利 那就不行了 他有行政权利 那就不行了 只要人家一有权利 就刚才看那个圣人之心吧 就不能够有了 这样 这就是我说 怎么区分这个圣人之心和百姓之心 他的这个界限 就在这里 有没有说清楚啊 我觉得这个界限还是很明显的 他底下 叫做 善者无善之 不善者无以善之 得善 什么意思啊 这个说的圣人啊 就是公权利啊 公权利 对于好人 那么公权利要对他也好 公权利对于不好的人 不善的人 公权利也要对他好 这才是这个善的 他的真谛 这个德呢 说是通这个德 也未必了 这个德的意思就是 他的本质是什么 这就是善 这个概念的 他的本质 就是 对善的人 要善的 对不善的人也要善的 这是什么 这就是保障人权嘛 对吧 就是 罪犯 罪犯也有罪犯的人权嘛 你也不能说把罪犯不当人 我们一弄啊 这牛鬼蛇神 牛鬼蛇神都是可以 你怎么把它整都行的 对吧 都是产无人道的 那不行 就是不善的 也得 公权利也得 对他善 这是这一点 信者无信之 不信者无以信之 得信 说 讲诚信的 那 我对他也要讲诚信 可是对那些不讲诚信的呢 我也不能去欺骗他去 我 注意这个信啊 这个信不是说我要相信他 有人说 这个 这个讲诚信的 我就相信他 不讲诚信的 我也相信他 那你不就上当了吗 对吧 所以这个信不是这意思 这信是说 我要不要对他也讲诚信 就是对不信的人 撒谎的人 我对他仍然是要讲诚信 对吧 我不是说信他说的话 我是要对他讲诚信 那这就是这个信的本质 叫得信 是 对吗 对吗 这是不是我们说的普世价值啊 什么的 对吧 完全是这样的 那底下 叫圣人在天下 息息 这息息我们前面遇到过了 是收的意思 对吧 这息就是什么样 这个 将一息之 必顾张之 对吧 那个息就是收的意思 想收的话 先给他张扬出去 圣人做天下 是收敛的 不是张扬的 是这样 为天下 就是治天下 是魂息心 魂息心指的是说 不要那么去明察秋好去 就是不上明察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息息呢 就是 这个不弃强违 那么这个魂息心就是不上明察 我们现在是 那那那那那我们发个微信 你瞧每一个字 他都知道 是吧 所以我那一天 我听了个讲座 是吧 告诉你们 微信上不要讨论政治 为什么 因为任何一个字 他们都知道 你如果想 这个 讨论政治 不要用微信 是吧 尊尊告诫大家 为什么 对 这 就是 就是为天下 是要魂息心的 就是你不能那么 对民众的事情 就是要保护隐私权 是吧 这民众不要搞得那么清楚 谁谁都说什么 什么都要搞 你看 圣人街 还是这里面 王毕这个版本呢 这漏了一句话 除了王毕这个没这句话 别的版本都有 当然 词句不太一样 这个 百姓接住其耳目 什么意思 是吧 就是相对于这个魂息心说的 说百姓呢 是 诶 特别爱打听 谁家怎么样 谁家怎么样 百姓是可以 关心 你那个微信上都说什么了 百姓是有权利 知道这些的 可是圣人不可以 这应该是 讲到这个 是吧 但是 王毕这个就没有 没有加那句话 所以这个大家觉得好像不太完整 应该加上那个百姓接住其耳目 然后圣人接孩子 什么意思 圣人对待民众啊 就像对待孩子一样 就是爱民如此嘛 你看 我们成人跟成人打交道 当然你要竖起耳朵 你要很小心 你对孩子你不能这样吧 对吧 你孩子 大家 就 大家说哎呀 他还是个孩子 大家就原谅了 公权力对民主 就一个这样 这样 这叫圣人接孩子 好 那就是说孩子呢 就是说 就是 民主好像是没有智慧 就是说 圣人就是有智慧的 就是好像是 对他们就是 父母 就是有点 patronizing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说 就是 不 是说 这个 握有公权力的人啊 是不能够对民众 广泛来讲 不是断案 当然要搞清楚 对民众不能够去明察求毫的 是这个意思 百姓可以 百姓关心谁谁谁的隐私 那个是百姓的事 但是圣人不可以 现在实际上指的这个意思 那最后一句 圣人该还知 就是对孩子就是 就是 父母心了 对不对 这样子 对对对对 而且你不能够对孩子 要求那么严嘛 对吧 还是要宽容一些 对吧 都是比喻的说法嘛 对吧 整个 讲的就是公权力 对待民众应该怎么做 这样 所以这里边涵盖了很多 我们认为是 所谓这个普世家的东西 这样 好 这是这一段 看第二段 叫做 出生入死 生之徒 始有三 死之徒 始有三 人之生 动之死地 亦始有三 夫何故 以其生生之后 盖文 善舍生者 路行不亦似虎 入君不备 甲兵 四 无所投其脚 虎 无所错其找 兵 无所容其刃 夫何故 以其无死兵 出生入死 这是一个常用语 我们现在就是说 打仗 出生入死 老子在这说的不是那个意思 老子说的是 生死 这是怎么回事呢 出 就是生 入 就是死 我们出 实际上是 从娘胎里出来的 出 入 入呢 入到头里边 那叫死 出 生生 出什么死 人的寿命呢 是天注定的 死生有命 富贵在天 对吧 是吧 这个长生的人呢 生之徒 这个徒呢 就是像什么 好色之徒啊 什么灵色之徒啊 就是跟那个是一样的啊 就是 就是 长寿的人 大概有 十个里边有三个 十分之三 是长寿的 就是 命大的 啊 死之徒 只有三 就是短命的 那么 也有 十分之三 那还有 十分之三呢 是本来 是长命的 可是呢 他们 移动到了 死亡之地 这种 也是有 十分之三 就是 那种 嗯 本来他是可以 得长寿的 可是呢 作死 自己 自己就是 不外习生命啊 去去去去去冒险啊 就这样 这样啊就是 这样也有十分之三 嗯 嗯 这个 作死的这一拨人 是 为什么会 本来是有 是属于生之徒的 为什么会到了死之徒了呢 啊 为什么到了死 此地了呢 是 因为他们生生之后 这生生啥意思呢 是他们 贪图 生命 的享受 太厚了 你看 我说 呃 这些贪官们 你贪官他贪那么多钱干嘛 不就是为了生活好点吗 对吧 嗯 所以这个生生的意思 就是求生的意思 是因为他们太 求生了 啊 所以 才导致他们 最后作死 最后不得善终 就是说的这一次 就是说的这一次 你生生之后 啊 包括那些冒险家 啊 不一定冒险家 比如说我们这个 嗯 买客接个血 啊 也没得长生 啊 这样 这个也是 就是说啊 这个这个为了准备演唱会嘛 演唱会 开一场演唱会 挣多少钱啊 啊 他就是奔那个去了 啊 那个 所以就 动之死地 好 那么 诶 这不是 这个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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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 还 有吗 还差十分之一吗 对吧 诶 那十分之一呢 有人推断啊 就是这个 善设生者 是吧 善设生者 就是说 善意来珍惜生命的人 是吧 我大概听说 善意珍惜生命的人呢 他们是 在陆地上行走 不会遇到四虎 四就是犀牛 就是有 你那个 你那个 叫的那个啊 入军 就是打仗 到战场上 不被 那个 那个 甲兵所 所伤 啊 然后 这个四呢 这个犀牛呢 无所投其脚 那犀牛不是有一个那个 毒脚吗 是吧 那犀牛见到这样的人呢 是 没地儿去顶那个去 不知道这个 要顶到哪去 虎呢 无所拓其找 不知道 从哪下爪子 冰呢 就是这个冰器呢 无所容其刃 找不到他身上 有什么地方可以砍下去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他浑身上下没有死地 没有死 没有可以让受伤害的地方 所以 这十分之一人 就会得长生 是指的这个 这当然也是指的是养生了 道家的修炼 其实也是 你要修到最后 刀枪不入的 是吧 刀枪不入的 当然不是那个意思 是吧 就是你要 你要把 你能够防备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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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伤害 都要那个避免掉 实际上知道这个 这就是 出生如此 这 显然这个 儒家就不会讨论这一类问题 这 确实是在养生 出生如此 出在这里 好 这一段 其实是这样 就是 他指的是说 这种善受生者呢 是 把 所有可能受伤害的地方 都保护住了 就是 我们 平常也是这样 你看 那个聪明人呢 他一般不会上当 为什么呢 因为他 他咋就想到了 他 就是 我们 平常也是这样 你那个 骗子 一来 骗子 跟他一说 他就知道了 一般人呢 上一次当 才知道 哦 这都是骗局 你看 那个电话照片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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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上次就差点 上当 我就差上当 他为什么 他给我打电话 说 你那个信用卡 该还了 我一想 哦 是 对 那我就上完 我就给还了 还了呢 第二天又打 你那个信用卡 还了 我说我还了呀 他说 还了吗 你什么时候还的 我说 多天还了 你给我打电话 我就还了 那我查到 你这个怎么还没还呢 那 你 你那个 信用卡号到底多少 他没有问那个 他说 那你这样吧 他说 你这样 我给你个电话 你打这个电话过去 你去 核对一下 看看到底问题在哪 那我就打电话了 是吧 他给我一个号码 我就打 过去了 我给他那边接到 我说什么什么银行 然后 请问 你什么事情 我说 你们让我打这个电话 吧 你们说我都还了 你们说我没还 他说 哦 那你的信卡号 是多少 那 那我肯定得先核实嘛 是吧 我就告他了 好 那个 你背面 那个三位数是多少 好 我算了 好 这个 好 我们那个 不 他是说 他一开始说的 说那你那个 生日不对 所以跟我们那个档案不对 他说你要想改你的生日的话 你就打这个电话 我就 我就打他 好 我们现在给你改好了 行 一切就OK了 完了之后我就想 我说 这电话是那个银行的电话 我就上网查 我一看 网上没有 没有这个 他那个 网站上没有这个电话 我还了 我就打电话 给他真的银行那个电话 我说这电话是不是你们电话 他说 我这也没这个电话 可能是你那个分行的 或者什么的吧 这个 我不知道 哎 我想 坏了 好了 肯定是肯定出了问题了 我就想 我赶紧查我那 我看前说 画抖了 哎 也没画抖 然后我想 可能 我多心了 等第二天 我跟别人说 别人说 你把所有东西全告诉人家了 那要是假的 那肯定就给你画了 我一再查 还是没有 哎 我说 难道 不是骗子吗 后来我仔细一看 我那吸引卡后面那三位数 我给他说错一位 哈哈哈哈 救了命了 中间是个零 因为那个灯光比较暗 我这个 我说 这个好像 好像是个九 还是个六啊 是吧 我说 不是九就是六吧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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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这么搞他了 实际上是零 都是个圆子 他大概九也是了 是六也是了 可是就是 我说他才聪明的 大概在十 他就一二三五六七八九 全是一遍 我就知道了 因为我告诉他 中间那一位 我说不是九就是六吧 他就 他就 哎 我一看我说 赶紧管事 管事 你看 这就是说 我说 要是你要修炼到一定程度 你这种一听 就知道 哎呀这是假的 这是假的 你不会上的大 对 他当然他说的是生死 他事事相通的 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 就是 就是修炼 修炼到那种境界之后 你就没有这种 可以被人攻击的地方 这样 好 这是一个 好 看这一章 这一章 这一章也很重要 第五十一章 道生之 德系之 物行之 事成之 事以万物 莫 莫不尊道而贵德 道之尊 德之贵 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故道生之 德系之 长之 义之 情之 毒之 养之 父之 生而不有 为而不是 长而不载 是为玄德 这个玄德这个以前讲过 对吧 这在讲什么呢 说万物啊 都是由道来生成的 第一句是这意思 第二句呢 说这个生成是生成了 可是它能不能持续呢 要看有没有德 德来细致 这个细的意思就是持续 就能不能保持 繁衍 一代一代 那么传下去 这个细的意思是 上面是旋 旋 旋其实是从丝 上面是丝 什么叫细呢 就是 古人打猎 那个动物 给它活捉的那种动物呢 就先不杀它 给它拴上 那个 龙头 拿生拴起来 不然它跑掉 上面就是这个 拴的这个 然后底下的田 也就是在田野里边 在养着它 所以这就是西部 所以这个也可以读 畜 我们说畜生 畜生不都得带个龙套 给它 蹬着它吗 对吧 那个牛马不都得 蹬着它吗 就上面这个丝 就是这意思 那么 德细致就是 就是由德来保证这个事物可以持续的存在 这样 是这样 是这样 呃 物行之什么意思呢 如果按照前面这个语法结构的话 就是 道 是主语 来生万物 是吧 德也是主语 来续养万物 那这个呢 也应该是用 用它作为主语 但是用它作为主语 很显然 就是讲不通了 那实际上 这句话讲到什么呢 说万物实际上 我们说 能够称为物的这个东西 它必须都得有形状吧 对吧 都得有形状 它能叫物 对吧 这样 而 这个形状 就是 或者说形态 比方说水 这个形 啊 水没有一定形状 但是它有形态 比方说这是液体 对吧 一加温变成气体 一动变成固体 这就是形态 就是 事物的这个 形态 是怎么形成的呢 实际上是由 这种事物 它的内部结构 所形成的 啊 具体来讲 就是 有 原子核 外边 有电子 几个电子 就决定了 那个是 什么样的 这个 性质 对吧 这种元素的性质 然后 形成这个结构之后 才能够形成物 我们现在 能够看到所有的物 其实都是这么 这么 来形成 如果对于生物来讲呢 它 生物也是有 各有各的形状 对吧 那么 为什么那个狗和猫 它就不一样呢 是由 那个基因决定的 那么基因 其实就是分子结构了 也是一种结构 所以 这个物的意思 指的那个 物质的结构 所以 由物质的结构 或者说 事物的 那个结构 内部的结构 来 决定它的形状 来形成一个形状 来形成一个形状 是这样 决定它的形态 是这样的 好 底下 事成之 这个事呢 是指的 一种潜在的能力 我们说有动能 有事能 动能是 已经表现出来的 这个能 而事能呢 是没表现出来的 比方说这个 天花板 掉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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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 打到脑袋上 这是 动能 对你造成了伤害 对吧 因为它从它 掉下来 有动能 可是 它没掉下来的时候 它也有 这个 潜在的可能 那个就叫 事能 事能是没有理想出来 对吧 所以 一个事物它 之所以能够 形成 它是因为它内在 有一种 潜在的 能量 这个是意思就是这样 所以是由它内部的那个潜在的能量 来最终使它长成 你看 道生之有道 来决定它这个能量成 得序之 这个事物能不能持续 然后它的内部结构 决定它是什么形态 然后它的潜能 决定它能不能长成 最后它成不成 一定是由那个是来决定的 当然有别的解释 比方说 有些版本就把这字改了 我觉得它们不应该瞎改字 为啥呢 就是你要解释不通 你就留在那 你就让别人去解释去 因为这个物行之 有的版本就改成器成之 说这个物行之 那应该是器成之 我觉得这个事成之 讲得非常通 就是指的它的内在的那个潜能 好 道生之得序之 只要事物能够存在 它一定是符合道 这就是这个黑格尔讲那个 凡事存在的都是合理的 凡事合理的都会存在 这就是黑格尔在这个法哲学原理里边讲这句话 那这句话呢 被很多人批评 很多事物它 它并不合理呀 可是它存在呀 对吧 那大家一看都觉得不合理的事 那为什么它会存在呢 那其实呢 黑格尔说这个存在呢 它是含有时间性的 就是它是一种持续存在 也就是这个得序之 凡事物只要它能够存在啊 你空想那个不算啊 空想那个不算 空想那个如果它没实现出来 就是假设那个东西是你空想那个不合理 尽管你自己觉得哎呀多美好多美好 但那个不合理的话 实际上是你无论说它是 它是没法生出来 因为没那个道嘛 它不符合道嘛 所以它就生不道 但是只要它存在了 它就一定是有一种道 比方说 我们在自然界 在元素周期表里边上次我们讨论到的 元素周期表里边上有一组人造元素 一共有20个 这个在自然界没有发现 是人工利用高能物理的办法 把就是利用已有的元素 给它撞到一起 给它轰击 哎 让那个原子核什么 给合成一个 那么这种方式造的这个元素 都不是稳定的 那这个半衰期呢 有的是几毫秒就衰下来了 有的呢可以到几年 为什么这些它持续 它不能够稳定存在呢 就是没有那个德 就是因为它那个原子量太大了 它是不稳定的 那个就叫德 它没有德的话就不能够续 就不能够持续 就是 它造出来是可以的 持续 就看看有没有德了 看有没有德了 在这个社会科学上也是这样 我们上次举的例子都是自然科学的 这个有个听众就说 你老举那自然科学 那个老子那时候又没有自然科学了 是吧 所以你得用社会科学来解释它 社会科学也一样了 比方说 一场革命 之所以能够发生 一定是由于当时有很多很多的矛盾 并不符合到 所以 就是说它有个原因 就是从 就是说 现状是不符合到的 所以才能够激发一场革命出来 这就是道圣旨 就是它是有理由的 对吧 可是这场革命能不能最后成功 就算是成功了 它能不能像我们设想那样 为万事开太平 就要看 你这个得了 就你发生这场革命的这些 整个的这个 是不是有得了 如果没有得 这个通常也会是一个 就像那个放射性元素那种 它是一种昙花一现式的存在 它会存在 它存在一定是 因为某一种原因 这就是得到 可是 你要想持续 光有这个不行 必须得有得 必须得有得 我们每一种 这种 比如刚才我们说那个 魏马共和国 也是这个原因 魏马共和国 最后为什么 走向 这个 纳粹 也是由于 这个 德不行 就是它那个 宪法的设计里边 那个德的含量 不够 所以它撞起来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对吧 物心之 事成之 这个结构 我说 为什么这个东西也很重要呢 就是 你最后设计成了一个什么结构 最后你这个 这个社会形态才能形成那样 而这个 也得有圣人参与 美国这个 宪法这个结构 它就造 最后形成的 就是美国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 整个的情况 它的好的坏的 都是由于那个 最初那个 宪法的 它比 魏马宪法的 这个不同之说 就是魏马宪法那个 它没转起来 最后它就 就像衰减那样 它就给衰减了 而美国这两部 当然有 很多问题 但是它会 一点一点去完善它去 修正案 一点一点去修训 对吧 这样 然后 事成之 这个事成之呢 就是 你看看有没有一个潜力 实际上这个就是文化 美国那个宪法 之所以最后能够 这个持续下来 不仅仅是一个制度问题 是它的 文化 就是那个 基督教的 这一套 这一套 加上 启动运动 整个的这个积淀 这个文化积淀 才导致它 可以 你看 川普这个上台 大家很担心 会不会又变成希特勒 纳粹 这样 因为川普看一样 也是要搞独裁了 是吧 但会不会真正走向独裁呢 不可能 这个 这个大家可以 可以放心 因为 所以民众不是内波民众 就是这个文化 不是 那个 当是魏满 魏满功夫 那波 那个 所有的人 只要是掌握了权力 一定都会想得起独裁 但是 要看 它的那个内部 内在的那个 那个是 是不是能够促成它 对吧 好 这就是 这四句 其实我觉得 讲得非常好 老子讲这个呢 他其实不是 从这个角度讲的 他话锋一转 就又拿它 从 道德层面去讲去了 他说 是以万物 莫不尊道而贵德 因为 万物不都是道生的吗 德序的吗 所以 我们就要 尊道贵德嘛 对吧 一个国家的建立 建完之后 也是由于某一种 你是 顺应了 天道嘛 然后 你要是能够想持续 你就得有德嘛 这样的 所以你得 尊道而贵德 这样 所以这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 讲道德呢 马上就转到这里了 道之尊 德之贵 夫 莫之命 而常自然 道之所以尊 德之所以贵 这也不是谁的命名 而这是自然而然的 是这个意思 说并不是谁 让道尊的得贵的 这其实他 自然而然他们就贵 因为刚才 通过这个就知道了 这个道德 他是 没有道德 就没有万物嘛 故 道生之得序之 看底下啊 斩之欲之 道生了之后 然后德把它续养 然后就生长 然后培育 发育 这都是由道德德来做的 庭之独之 啥意思啊 这个很显然 这是通甲字 庭没别的意思啊 庭就是一个庭子 就是在古代道旁 五里地一个小庭子 十里地一个大庭子 十里地那个叫长庭 长庭外 什么古道边 什么的 那个长庭就是十里地一个大庭子 那个 有顶 没墙 这叫庭 它的目的 就是让人们走路 走得累了 在那歇一会儿 就是这个 相当于现在我们这个服务区 高速公众商的服务区 对吧 就是这个 画的就是这个 这也没觉得意思 读呢 这个字 你要看 这个字 其实 我现在给小朋友讲汉字 小朋友就问到我这个字 说这字为什么这样写 读 为什么有个母 母亲难道读吗 把我给问住了 不是吧 不然我回去研究研究 我再干嘛 你 其实我后来一查这个 读这个字 底下不是母 你看传说不是母 是乌 就是那个乌 就是一瓶子那样 这个乌的意思 当然是从母来的 母的这两点就是乳房 去到这两点就是个女 女人那个女 女人跟一个母亲的区别 就是母亲要补乳 所以这两点就是乳房 这样 而那个乌的意思 就是乳房露得多不雅 所以不要露 所以拿东西给它折上 这一瓶 把乳房折上 就代表不要这样做 这样 所以 传书就是上面 上面是什么呢 是草 是生 就是那个生命的生 是草 所以那种草呢 不要去碰它 为啥 那个草有毒 是毒草 所以这个字画的是这个意思 上面是草 是毒草 底下是物 不要的意思 可是后来不知道怎么呢 就把那根皮儿跟这个了 跟这个就像是讲不通了 这样 这样 这个字还有 底下是物的这个字 毒 毒 矮 对吧 爱还是矮 放在这儿 肯定讲解释不同 所以这是通假字 不是停之 读之 是成之 熟之 就是成熟 这两个字 在别的版本里边 我不知道是他们擅自改了 它是反正就是说 成之熟之的 这个版本就这样 停 通那个成 读 通熟 因为长之欲之之后 就是成之熟之 底下 养之 富之 富就是富盖 那这养呢 这不都熟了吗 干嘛它养啊 这也有点解释不同 所以有的版本这是 盖之 这个养 那个盖 富盖 那个不是上面也是羊字头吗 盖之 富之 这个成熟之后 你得收割吧 然后收割完之后 你得储藏吧 这个盖之 富之是指的 储藏 这是整个一个事物的 这个从生到收的一个 一个完整的过程 都是从道 德开始的 好 道和德 这个 生 气 万物 可是呢 生而不有 唯而不是 长而不在 这就是前面的 所以 很多人说这可能是 那个 要不就是在那一章 就是 道成那一章 那个 那个 给 抄虫了 要不就是 生而不有 就是 我生的 有我而生的 可是我不去拥有它 这个 我 唯的意思就是 我把它做出来的 可是 我不去 依仗它 这是 我做的 我就 依赖它 依仗它 长而不宰 我是让把它 生长出来的 可是我不去主宰它 我不是说 哎 既然是我把它 嗯 比方说我种的 那么我就得决定 什么时候去 要 去宰它 就是 就是 道是不会这样做的 所以 人呢 也不应该这样做 这要是对家长来讲 就是 对孩子啊 不能说 我的孩子 一切都得听我的 我们现在最大问题 就是这个 对啊 你看看 家庭教育里边 这个一个最大问题 我的孩子就听我的 唯而不是 这东西 这个天下 是我打的 那 这就得我做天下 啊 一样啊 你老百姓 都是 哎 要没有我这个政策 那你们 早就 什么了啊 然后 哎 你们就都得听我主宰 啊 这个是很常见的 一种说法 但是 老子是反对这样的 是吧 为什么要 反对这个呢 因为 前面我们讲过一章 叫做天下 神器 对吧 就是 就是 这个天下呢 就是这个政府呢 或者说公权力呢 它不是一个普通的事物 它是具有神圣性的 一个普通事物 我比方说 比方说 一个公司 这个公司没有神圣性 因为这个公司 就是一个人 把它建起来的 没有这个人 可是天下不是哪个人建起来的 天下是有神圣性 神圣性 所以你就不能够 以大天下 为理由 来进行通知了 而且必须是 合法性啊 不能积在那个大天下上 对吧 合法性必须积民意 这上面才可以 啊 也是圣而归有的 会有神 对 这是这一章 好 圆的那个圆是什么意思 好 圆的这个意思呢 就是圆刮的意思 你看 是丝嘛 那个丝 当然是 实际上是把 古代时候 那个 骚丝 骚丝是不是一扭一扭的嘛 一扭一扭的 要染呢 染好之后 要把它晾干了 上面这个一点一横 这个实际上就是相当一个 挂的东西把它 旋挂起来 这样 所以这个旋就是 就是挂的意思 就是这样 旋 而 现在 在《道德经》那边用它的时候 都是用 它是抽象的意思 就是 它从具体事物里边 把它抽象出来 然后它跟 具体的事物 就脱离关系了 旋德就是指的 它是一种 抽象出来的德 那 很多人把它解释成是一个 深远 什么 这个 说就是 那深远那个就是从抽象那里来的 啊 其实 它的 本来意思就是 悬的 就是 形而之上嘛 这个 悬 这个字呢 如果把它 写两遍 就是这个字 这就是两个旋 这个 字 这字 两个旋 啊 双旋嘛 就是这样 双旋 这个意思 它的读音实际上就是从 词来的 所以读 字嘛 而它的意思呢 它 本来它的意思也是 玄的意思 可是由于它读 字 所以 就 从 这个字呢 我们现在说 字的时候 实际上都是指的 子 啊 念子在子 实际上都是念此 在此的意思啊 而 此就是 这个 这个 就现在这样 还有 比方说 啊 对啊 别那么多了 玄就是 玄怪 玄之又玄 不是说 这个 玄之又玄 那就是 我们第一堂就解释了 是 就是 心而上 而且是 心而上的时候是 那个 概念它是有层次的嘛 对吧 一层一层 先把它选择 道声之得戏之啊 我这个是想讲这个词的 就是这个 这个是 时间够 嗯 嗯 嗯 其实我这里边每一个字 我 我都想讲 但是咱不能聊 咱们就讲那个 你们认为 讲不出来的字 是 到底是啥意思 啊 现在是 简体字呢 就是简成一个 一个 提手了 不对 这个 本来是这个字 底下加个 立 这个字 这个字读什么呢 这读意 意书那个意 上面加个草头头 底下再加个云 就是意书那个意 是吧 这话呢是啥呢 你看啊 它甲骨文 这个意呢 它是 一个人 两只手 清清楚楚的吧 这是一个什么 种的一个草也好 或者庄稼也好 或者树 就是那木嘛 就是两只手 然后再种一棵树 或者种一个庄稼 和苗 这字的本意 就是我们说 那个圆意诗 那个圆意的那个意 就是 指的这个 我们现在把这个意呢 引申成了 艺术 那是从 种庄稼 人类最早掌握的一门 艺术 实际上是种地 就是种这个植物 这样 从这儿引神出去 你看 这个都是这样的 那这个 就在这儿 所以这个 这个丸 这个丸 都是两只手 它把这两只手都画出来 这样的 而后来呢 就把这个 种的这个 这个东西底下 加了一个这个 这个旁 一个 零星的一个东西 它底下还有一横 这是啥呢 土 在甲骨瘟里边 凡是看到这个菱形的 都是土的意思 就是这个词 就是这个 所以这个字呢 是在土上面种 庄稼或者种 八草之木 然后一个人 两只手 这很清楚 那把它作为式粒 这个式的 这个意思怎么引生出来 加个粒子之后 就变成那种了 就是说 你种这个庄稼 它怎么才能够长呢 要靠它内在的潜能 是指的这个 这个庄稼也好 树木也好 它有内在的潜能 才能够长进来 加上粒之后那个式子 所以 尤其这个 你看 它两只手段 这样画的 多好玩 所以给小朋友们看这种画 他们特别喜欢 啊 这字原来这样的 一看就明白 怎么回事 那有时候会反过来的 好就是这个 像甲2295那个 对对对 甲骨文 它是正反不分的 就是 那这个 这就是反的嘛 这人在这边也可以 那甲骨文 那它字下的那个 都是在哪发现的 在号 对 这是在哪一片甲骨上发现的 都编着号的 都编着号的 现在有几十万片吧 每一个都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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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它一般是那个 论哪一个坑里边的 哪一个坑里边的 哪一个坑里边的 第几号 这个是经文啊 就是从那个出土的哪个顶上 好 第五十二章 天下有始 已为天下母 既得其母 已知其子 既知其子 副守其母 莫生不淡 塞其对 避其门 终身不勤 开其对 祭其事 终身不救 剑小曰明 手柔曰强 用其光 复归其名 无疑伸殃 事未席长 天下万物总是有开始的 刚才道生之得惜之 对吧 那个就是天下之母 其实就是道了 天下肯定是有开始的 那就是天下母 既然知道有天下母了 那么你就能够知道 它所生成的万物 是这样 那么既然知道它的子了 你就应该去守那个母 什么叫守那个 就是守那个道 你就应该学着道的那个样子 来处理天下的事情 是这样的 这样的话就莫生不淡 莫生就是这一辈子 莫就是死亡的意思 就是没有危险 一辈子都没有危险 这会儿讲的是啥呢 实际上是认识论 就是这个母呢 其实就是康德说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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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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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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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躲在后边的 我们看到的就是它的子 就是万物 就是现象 这样 所以说其实是我们是通过子 来推之有母的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我们通过现象 来推之后边有一个母子体 这样 这样 当然 老子讲这个 它并不是纯为了讲认识论 它只是从认识论 作为一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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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基础 说你既然知道事情是这样的话 那么你在道德层面 你也应该去遵守那个道去 它是这样 所以就是既然是能够 我们看到万物了 那肯定推之它是后边有原因的 那么那种怎么生成的这个 好 那么你人治理国家也好 治理天下 你就遵循那个句 好 好 看底下 叫做塞其对 闭其门 终身不勤 开其对 既其是终身不救 人家塞其对 对是啥呢 这个对也很浅显的 你看 儿 都是人的意思啊 就是人 人 张着一个大嘴 然后嘴里边还出气 出气 这在干嘛 人家在说话嘛 或者在笑嘛 所以这个字的意思 就是说 我们现在不是 加个言字边就是说嘛 那么加一个树心就是乐嘛 就是高兴嘛 对吧 所以这个字的意思 很明显 就是值得 对 在讲话 对 在这儿呢 隐神成 我们人有七窍 这个窍 这个窍 他说 要把这些窍 堵上 然后 这个门 其实一样呢 也是指的 我们人生的这个 这个 当然这个门呢 可以再广泛一些 就是说 比如说耳朵眼睛 都是获取知识的 这个知识之门 获取信息的这个 把这个也闭上 这样的话 就 终身不勤 不勤就是 你不用那么勤奋的去 就无为嘛 对吧 这样就可以 终身不勤 终身不用劳累去 可是你如果开其对 记其事 终身不救 如果你是 这些孔窍 都是打开的 你去忙忙碌碌去 记其事 就是你去做那些事情 你这一辈子 你都做不完 这个救的意思 就是说 你这辈子都没救了 那这个救是 有没有 这个 能不能把它 做完 终身 就不救 真又在说啥呢 还是又在说 那个无为的事 当然我们说 老子并不是 讲真的去不为 他是说你要顺道而为 不要逆道而为 所以这个 所有的这个 这里讲的这个是 都是指的那个 不符合道的那个是 见小 曰明 手柔 曰强 见小 就是 能够发现 微小的事物 这个就叫做 明 手柔 曰强 这个柔弱 圣刚强 这个咱们也 一再说了 就是 能够 守住 这个 柔弱 这个它能叫 它叫强 这样 用其光 复归其明 这块 这个光 这个光不知道讲的是什么 是吧 用这个光 来复归 这个明 也就是说 见小的这个明 就是你要用 一种眼光 去回归到那种见小的那个明智 这样的话就无疑伸殃 就不会身体啊 因为本身呢就不会遭殃 就不会一流什么再样 是为习常 这个习呢 他们说通这个习 因为 我们在上一章里面有个叫习明 习就是因习的意思 是吧 是吧 那么习明就是因习常道的那个明 而这个习呢 实际上也是因习常道 这个就叫做因习 那 是不是习要把它解释成这个习呢 我倒觉得可能也未必 因为习以为常 我们也可以通常这么说嘛 是吧 就是说 你要通过见小 手揉 来形成一种习惯 可能也可以 这样的话也就是没有带阳 这一段 对 三七队必行门 这个又是讲修身 实际上是指修炼 道家的修炼 我们不必去真的说 认为他要把鼻孔都堵上 道家是有那个礼仪 在水里边练憋气 后来都是假的嘛 这个 应该是不必真的这样练定性 好 看这里的 第五十三章 《使我戒然有之》 《使我戒然有之》 《行于大道》 《唯》 写作诗 但实际上通这个疑 《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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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在讲说 假使我稍微有一点知识的话 这个识就是假使的意思 戒然 这个戒呢 戒然是真有这个词 就叫戒然 戒然的意思是说坚定不移的意思 可是在这儿 坚定不移解释这个就有一点困难了 先说这个戒什么意思吧 这个戒的意思是一个人 如果看传书的话 或者甲骨文的话 它实际上是一个人 人是这样 甲骨文里面这样 然后呢 这一个东西 这一个东西 战术率是这样写的 这个戒 那后来的演练是这样的 这代表啥呢 实际上是指的一个人穿着那个铠甲 你看古代打仗的时候 就像个战袍 那战袍是前面后边 中间是开着的这样 这两片是这样 这是铠甲 所以这个字的本意就是那个甲戒 我们说带壳的那个戒 所以由铠甲就引申成边戒了 加个田不就是边戒的意思吗 是吧 这样 也是从这里来的 而在这里呢 不是在这里是应该是通那个戒 就是草字头那个戒 那个草字头那个戒就是草 草戒 我们说把人视为草戒 就是草戒就是很微小了 所以这个戒然应该是说 假设我稍微有一点知识的话 那么我就会 我会怎么做呢 我行于大道唯一视位 说我在大道上走的时候 我唯独害怕走岔道 这个移的意思呢 是岔口 就是一个大路啊 不是那个十字路口啊 十字路口那个呢 是你很明显那时拐弯的 这个移的是那个岔道 就是说你走着走 莫名其妙它就分岔了 我们那个 在城里开车也有这个情况 尤其你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就怕是走到走到 他就一个很小的角度拐出去那种 就是怕这个 为啥 因为你不知不觉就走出去了 就是说 我行在大道上的话 我就怕有个岔道 你走到就走出去了 大道甚疑而民好敬 说大道呢是很平的 可是这个一般的人呢 他这个静的意思就是抄近路 他们就喜欢抄近路 就走小路 是这样 是这意思啊 你看 底下 朝甚除 田甚吾 苍甚虚 这这这这这这意思在说什么 朝就是朝廷 嗯 朝本来坏的是啥呢 你看 你看 有日有月 这个这个加号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这个加号都是代表垂直的意思 所以这个月呢 今天有什么事 早上就得说清楚 因为你这个做天下就要要要要费心力的嘛 所以就这样 所以那就变成这种朝廷的一个朝朝啊 除是啥意思啊 上次我讲过这个鱼 这个鱼音实际上古代没有这个音 所以发鱼的字都读乌 所以这个除这个乌 其实就从这里来的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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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耳朵 耳朵如果是在左边 都是台阶的意思 或者跟高度有关 像台阶啊 什么 那个 斗啊 什么路啊 什么都是跟高度有关啊 这样 这样啊 这都是 这个鱼呢 在这很显然是在飙升 但是这个鱼的本身 它是代表房子 画的就是房子啊 这是那个 底下是木 就上面是一片一纳一横 这是一个字啊 然后底下是一个木 上面那个是极的意思 就把木头极起来 搭积木嘛 那就是房子 这个代表台阶 就是那个宫殿前面的那些台阶 所以朝堂军上的那个台阶 啊 很漂亮啊 就说的这个 这个字 本意 是宫殿上台阶 那怎么变成除法了呢 这个隐身的也很巧妙 你看这个修台阶的时候 你不能伸一脚浅一脚的吧 你得高度的一样吧 所以你看 我们说除法其实就是把一个树 给它等分成多少多少分 就跟台阶那一样 不管是高度 你 这个长度上它也是等分的嘛 对吧 一个台阶从这得着 无论高度还是这个长度 都是等分的 这样 所以就把这个字里除在那边 朝堂很豪华 可是铁里边全都荒芜了 老百姓的这个仓库里边 全都是空的 这指的这个 可是这个当官的呢 穿的是绫罗绸缎 文采 戴的宝剑 利剑 燕饮食 就是 百姓都 田里边是荒芜的 它不是空虚的 可是这些当官的呢 是 山珍海味都吃的燕 都开始吃 人奶燕了 就这样 财货有余 他们是财货是有余的 在说啥 说这叫做道夸 这个夸的意思就是大的意思啊 就是 说这就是 大道 有人说这个夸应该通那个魁 就是魁首的那个魁 说如果是通魁的话 就是指的 那个 首领 这就是强盗头子 也可以这么讲 说强盗头子 即使是他们都是 穿的是好的 带着好的 吃的也是好的 可是老百姓就是这样 非道也在 说这个不符合道 这个社会不应该这样 不应该这样 这个好像也是说到现在啊 哈哈哈哈 就是 这个 你只要不是用那个无为了治天下 那必然会形成这样 你只要有公权力的 一定是这样的 对吧 你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不是这样 这就是老子跟他强盗一代说的 这就是 老子说的 说这就是走岔 走了岔道 他们朝了近路 对啊 好 是关于 这个 这一遍我 就在写 那边的中介 房地产啊移民啊 那个中介 中间下去的意思 想到你 多年以前 有成年人告诉我 蒋介石 近代中国的名人 一块大石 中介 对对对对 是 这个启民 他爸妈给他启民 所以有一个道理在里面 是是是 所以才能把这个戒 是 记住 对对对对 所以它有个意思在里面 是是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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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这一段就到这里看看了,第五之色,说 善见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修之以身,其德乃真,修之以家,其德乃余,修之以乡,其德乃长, 修之以国,其德乃丰,修之以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家,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无何以知天下之然呆,以此,善见者不拔,善抱者不脱, 善之在 drawing的是什么意思?我们上次那张聊,我本来想讲的这个字来了。 这个字呢, 所以戒的意思啊,它的本意是种树, 跟刚才那个意的那个很像 实际上这是一棵树 本来在甲骨盆和金文里边底下也有个图 就是在图上 而这个呢就是手 有的还画两只手 而这个呢 这是隐身的 这个沿字边的这个呢 后来变成沿字边了 原来就是一个这样 就是指的一个平月 就是在一个庭院里边来指数 当然它这个庭院就代表的意思就是一个朝堂 后来就认为建 用灾树这个意思呢 就把它隐身成去建了一个国家 所以我们知道丰邦建国嘛 建的意思本来是建树 我们说一个建树 建树建树就是灾树 最后把它变成一个国家 就是建树的意思 而建树的意思呢 就把后边这个 就是这个偏旁呢 就不给它变成树了 就变成笔了 这个字就是我们 我们后来加个 图字头就是笔的意思 对吧 就是 对 就是 手 拿着笔 就是画的是这个 这树就是笔 所以这个绿 法律的绿也是这样写的 法律的绿 这样写的 所以 就在这个字的 都是跟那个 治理国家有关的 它不光是治理国家 就是建立一个国家有关的 我们刚才讲 为马宪法 就制定宪法 什么等等的 都属于 就是这个 这个 偏旁所含的那意思 对 所以 善建者不拔 是说 表面意思是说 善意栽树的呢 你栽那树啊 它最后长成之后 你想把它拔掉 那 很难 是这样 当然你如果用它的隐身意思 也讲得通 就是说 你如果是善意建立一个国家的 你那个宪法制定完了之后 那这个国家 它是不会垮掉的 甚至这个 善抱着不拖 抱就是 抱着吗 你要是善意抱一个东西的呢 它是不会滑脱的 我们用抱孩子 抱不好就掉了 你会抱着 它就不会 不会脱掉 这样 这才讲啥 其实就是 道生之得序之 说的就是这意思 这个是 讲道生之的 怎么创建它 可是 创建完之后 你看能不能抱住它呀 你别再滑脱了 滑脱了 你没守住吗 就是 得序之 这两条做到之后 子孙以祭祀不错 你的子孙 就会世世代代的 去祭祀你 为什么祭祀你呢 因为你这国家 人家还一直存在嘛 那你想秦二世 秦朝二世而亡 那秦始皇谁去祭祀他 就没人祭祀了嘛 对吧 所以就是 子孙以祭祀不错 就是说你这个 是能够世世代代 传下去的 好 就是你得以道 就是道生之德 其实用道德 来做这些事情的话 就会这样 来建国的话 好 是吧 修之以身 其德乃真 就是你用 道 来修身的话 你修出来的德 是真实的 是 真正的德 如果用道 来修之以家 那儒家呢 讲的是 其家 是吧 如果他把它用在 家庭的建设上的话 你的德 就会有余 就是你这个家 就会 夫妇有余 传承 对 修之以乡 其德乃长 如果你把它 再扩大一下 在整个乡 这个范围内 来用道 来修之的话 这个德呢 就会 有人读常 有人读长 读长的话 就是你就会成为 那种长官嘛 官长嘛 那个就是 你就会 你就会作为 这一乡的 那个乡身 这个乡这个概念 很重要 在古代呢 这个 天子只管道 县一级 就是乡以下 就都不属于是 政府的机构了 都是乡村自治的 都是自治的 我们现在不 我们现在一直到 约委会 都是公务员 这个不对的 应该是乡一级 就是 还不是说秦朝以后 秦朝以后它有县 对吧 像是之前 在秦朝之前没有县 但是有乡 比方说孔子就是昌平乡 他在乡 那个乡就是跟天子没关系的 那里边的那个谁做乡长是选出来的 是 是 好 修制于国呢 其德乃封 有的说是修制于邦 在国这个范围内用道来修制的 就是 他的德是很丰盛的 那应用在天下 他的德就是一个普世价值 其德乃普 普世价值 这个普的意思 上面是什么呢 上面是利 这个我说是两个玄吧 这个普呢 是两个利 本来是这样写 两个人利在那 两个人利在那 你看这个日呢 就是指的日光 所以他说的是 这众人在下边 这个日怎么跑下边呢 那没关系啊 他指的也是这个日子在上面 但是 日光呢 没有阴影 他指的这个 叫做日无光 是指的那阴天的时候 阴天的时候没有阴影 那阴天的时候那个光亮呢 实际上是各处都一样的 所以这个图呢 他就隐 隐身成那个普遍的意思 其德乃普 就是普世价值 看底下 说故 以身观身 以家观家 以相观相 以国观国隐 听下观天 这就说啥呢 说 以修身的那个道 修身之道 来观神 我要看一个人啊 我要看他 有没有那个修身之道 以其家的那个之道 来观一个家 我看这个家庭 我看这个家庭 他是不是按照那个秦简世家 那个 以相观相 那这个相 这是 道家这多出一相了 那用的是什么词呢 他们发明了叫和相 以和相之道 来观这个相 以治国之道 来观一个国 以平天下之道 来观一个天下 你去评价 任何一级单位 都要用那个道 去考察他 是这意思 我何以治天下之然斩 我怎么能知道天下是什么样子呢 我就是用这个 修身 七家 和相 治国 平天下 这些道 来看你这个是不是符合大道 那这个很显然跟儒家的这个呢 很像 我不知道谁抄谁的 咱们看看 在大学里面讲的这个 说 古之欲明 明德 以天下者 先治其国 欲治其国者 先其其家 欲其其家者 先修其身 欲修其身者 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 先成其意 欲成其意者 先治其知 智之再格物 这就是儒家又把他又推广了 我觉得这个 讲的比那个要好 你看啊 物格而后知智 知智而后意成 意成而后心正 心正而后身修 身修而后加齐 加齐而后国治 国治而后平天下 你看啊 就是从最初的叫做格物治之 格物治之 成益 心正 益成 心正 然后修身 其家 治国 平天下 你看 就是这个层次关系 这个层次关系 这个格物治之 成益 诚意 诚心 修身 这个之前 实际上都属于伦理学范畴 从齐家治国 平坚下 这属于政治学范畴 实际上是分两端 这个家到底是指的家庭呢 还是指的那个大夫之家呢 如果是大夫之家 实际上就属于政治学了 如果是指的家庭 那还属于伦理学 所以我说儒家呢 全然是分两部分 一部分是关于修身的 一部分是关于治国的 治国那块是政治学 修身那块是伦理学 治国那块呢 儒家的没有形成很好的制度 虽然理论上 跟我们现在所说的普世家 是并不冲突 但它并没有形成制度 所以无论是批判儒家 还是洪扬儒家 你一定得说清楚 你批判的或者弘扬的 是政治学那块还是伦理学那块 政治学那块 你要批判 我跟你一块批判 伦理学那块 你要批判 我会给你积累理证 包括在里头都是哲学了 对 这个 凡是把 其实这个三纲和五朝 三纲就属于政治学 五朝是伦理学 凡是把三纲五朝连着说的 或者儒家刚成的 这都是不懂儒学的 凡是看到这样的文章 我就不看了 为啥 因为你不懂 那我就没必要跟你生了气 已经对吧 这样 所以一定要把它分开 两节 这段跟那个道家的很像 我们就正面介绍 这还有两章 还有两章 也快完了 刚才我能不能说 好 刚才拿到话的重心在于 开始哪里开始 格物 我就想到西方和很多统治者 都是历史重生 他们把苏学我里都学不好 但是他嘴巴能狡辟 进来造了历史 才后来治国 统治的能够统治 都是历史 这个社里边有问题 这应该是工程师治国啊 中国是工程师治国 你格物两个自私的中心 要搞清楚 以后有些认识 世界 对对对 是 这七点实际上是在 格物就相当于科学 因为科学这个词 science 这个翻成什么的 中国一开始翻 就叫格物 或者叫格智 叫格物智之嘛 格智学 好 看这一段 韩德之后 彼于赤子 风派毁舌不适 也可以读不遮 这个字 也可以读不遮 这个猛兽不拒 绝鸟不薄 骨若金柔而卧固 为之聘母之和 而 这个字读 追 追坐 精之治也 终日毫而不善 何之治也 知何曰常 知常曰明 一生曰强 心始气曰强 物壮的老 世卫不道 不道早已 物壮的老 世卫不道 不道早已 这个前面也出现过 所以 也不知道是抄虫 还是怎么着 看 说的什么 说 刚才不是说 道生之得序之吗 说一个事物 他的德 他到底含的德 厚不厚呢 如果是含的很厚的话 他就像一个赤子一样 赤子就是刚出生的孩子 因为 刚出生的赤条条的 然后身体是红的 所以叫赤子 所以这个赤子呢 是风 菜 毁蛇 不折 密封 这个菜就是蝎子 毒蝎子 毁就是毒蛇 毁跟蛇是一样的 就是风 蝎 蛇 这种 不来遮它 猛兽不聚 聚的意思就是去扑它去 猛兽也不会来扑它 绝鸟就像鹰 什么这个 也不来抓它 这个脖子意思 这样 说这个 亲生婴儿就是这样 这个我不知道有根据吗 也可能啊 也可能啊 反正你看那小孩里面 蚊子 蚊子钉小孩吗 也钉 钉吗 可能出生婴儿 出生婴儿可能不钉 猛狗 什么私物养小孩的 就是那小贝比 对 是 是 那个是经过训练嘛 所以孩子 它说的都是野生动物 它这个都去捕碰这个蛇子去 说这个 出生的婴儿呢 骨若筋柔而卧固 骨若筋柔 那婴儿呢 当然了 骨头也是软的 筋也是软的 可是小圈头做得紧紧的 是吧 而骨 看几下啊 说为之聘母之河 而追坐 什么叫聘母呢 聘母就是雌雄 就是雌雄 这个聘是雌 母是雄 批母之河 就是这个 还不知道两性的交合 这个 那这刚出生的婴儿 当然不懂这个 是吧 男欢女啊 这个 可是 这里写作的 拳 其实应该是通这个 这个字呢 读坐 一个月子边 一个俊 俊俏的俊那边 这个就是指的 男孩 男孩 那个生殖器 坐的意思就是勃起 说这个小 小孩呢 他虽然不懂那个 可是你看看 那个小鸡鸡 也能勃起 这是为什么呢 是精之之之也 他这个精气十足 出生婴儿 精气十足 中日豪而不煞 这个煞其实就是雅 你看那孩子 他哭 哭 哭的声再大 不会哭哑了 大人不行吧 大人哭一场 嗓子肯定哑了 为啥 是和之之也 因为他 内部的和谐 是最和谐的 出生婴儿 什么毛病没有 就是最和谐的 知和 和约长 知到这个和谐 就叫做长 长就是长道了 知道这个 知长约明 你知道这个长道 就是明 就是聪明 一声约降 有人解释这个一声约降 这个降 说是灾降 我觉得这个降 没有灾的意思 对 就是 一声就是 其实就是 怎么能增益你生命 那个 你增益你的生命 就是降 就是吉祥 那这个 心使气 曰强 贪心 来促使你 生气 当然这个 不是指的那个生气 就是指的 你来 由贪心 来使得你 去 去干那些事情 就叫做强 像我们说 这个 这个气的意思上是 其实就是能量了 对吧 是由心来使得 那个气的话 就叫强 物壮得老 世卫不到 说一个事物 它正在壮年 可是人家就衰老了 是因为 它 不到 而不到的事物 它就会造亡 早已就是造亡 这个是把一个 一个 说修炼 到家的 这个 你叫修炼成赤子 那样子 首先 你看赤子 其实是 天生就有什么毛病的 当然 先天性的也有 但是你看 我们 我们 这个 后来得的 慢性病啊 什么的 这个 吃的人都没有 因为它是合的 精 智 然后 合智 这样子 好 这个 这样 看 第五十六章 说 智者不言 言者不知 有人说这个通智 智者不言 言者不智 也唱了太多 说 知道的 不会说 不会瞎说 不知道的 就会瞎说 说的 都是不知道的 就是我们说 说 整瓶子不响 半瓶子逛大 就这 对吧 叫智者不言 言者不智 看底下 塞提对壁提门 哎 又 前面刚讲过嘛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一个言文 就这两句啊 应该是 不是这一章 看底下 错其锐 解其分 何其光 同其尘 是未玄同 这个前面也出现过 但是在那一章的时候 我说那一章 嗯 其实不应该放那一章 应该放这一章 这在说什么呢 错其锐 解其分 锐就是那个锐令 那个尖尖角角的那个啊 把它磨的 都把它都磨掉 叫唾其锐 解其分 分就是分争 要都调解了 就没有分争了 何其光 不要那么刺眼 你你你你你 不要穿那个衣服 鲜亮得很 啊 鲜亮得很 一眼就看出你来了 是吧 你要混同 一般群众 这样 叫何其光 同其尘 像尘土一样 尘土 你能分出说 这个尘土跟那个尘土有什么区别吧 没有 大家都一样 尘土都一样 是吧 要同其尘 这叫玄同 刚才 又看到这玄 这叫同 儒家讲大同 老子这儿讲玄同 玄同 其实就是一种很玄妙的同 或者说就是 更抽象一个层次的那个同 那这在说啥呢 实际上这又是在讲修炼的 所以你要把你的个性啊 其实要尽量的都把它抹平 这样 他讲这个整个过程 是比照着那个石头来说的 你看我们那个山上下来的石头 冲到河里边 是不是都有尖尖角角的吧 可是在河里边冲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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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啊都变成什么 鹅卵石 错其锐了吧 解其分了吧 这个分就是分争 才跟别人还能够再有什么分争吗 那个鹅卵石之间 谁碰谁一下什么都很和谐了嘛 对吧 和其光 同其沉 最后那个石头都变成什么了 沙子 沙子又变成什么了 变成土了 最后同其沉 所以地球上 我们看到这层土壤 经过亿万年就这么着把它形成了 有了这个土壤 才能有生命 但是什么 我们吃的什么东西不都是土壤上长出来的吗 所以你看它是比照了这个来说的 这个就叫玄通 就是不要有什么差别 对吧 故 不可得而亲 不可得而疏 不可得而利 不可得而害 不可得而贵 不可得而贱 不可得而贱 也不可能跟谁去亲戚 也不可能跟谁去书 就是人和人之间关系无所谓亲和书了 只要是有亲 就必然是有书才能说那个是亲 对吧 所以他们批判若家说爱有差等 爱本身就意味着是有差等的 对吧 否判若就不叫爱嘛 对谁都一样怎么叫爱呢 那爱本身就含着有差等的 对吧 所以是 不可得而亲 那当然就不可得而书 不可得而利 不可得而害 他对别人 也没有利 也没有害 利和害又是 对 必须是 对别人有不利 才能说对谁有利 这样这样 不可得而贵 不可得而贱 也是这个意思 说这个人呢 你就很难说他是贵还是贵 不能用这个去评价他 正是因为这样 所以这是天下最贵的人了 你要修炼成这个地步 就是天下最贵的 讲的是修炼 对吧 但是他是有一个比喻的 就是他确实是拿那个鹅卵石 那个比喻的 人最后要变成 要修成那样 对 有没有道理呢 我觉得有道理 有道理 这个 因为我是没练过道家 我没这个 就是这个 道教的那个修身 其实都从这里来的 就是你怎么怎么怎么 修你自己 怎么怎么来的 这个 儒家没有修炼这个 这个功法 要有 要菩萨 你看道家这个就是 他有这个 非常好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下一次课没有 今天是24号 是吧 下一次12月1号没有 到12月8号 第八章 第八讲开始 这个 休息一次 这个 其实一休息啊 这个课应该 连着讲好 一休息啊 大家就 就会有个惰性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好也谢谢网友啊